大家好 接近年底 今天是12月29日 星期三 市本來在五天之內緩步上升 而且去到昨天回到十天平均線之上 但好景不常 今天又在沽壓浸浸泳源之下 又再進一步反覆跌穿十天線 指數先看看 早市先低可27點 去到23253 直至下午3點左右 指數已一度低見23009點 相對昨天收市下跌了271點 更重要的是指數現在這分鐘 走在所有平均移動線之下 一點大家要留意 由今年2月18個高位 31183點開始的回落 直到現在這分鐘 市仍然處於不斷向中期沉底的格局 當然此 這個所謂的中期沉底有一個趨勢 如果指數能夠回到12、10天線路上 可以初步說已經結束了 但這分鐘我們暫時無法結束 換句話 12月份在先高後低下 勢頭當然反覆大遠 連到1月份的上巡 大家都不要看得太正面 始終慎房各市橫跨1月份 進一步向下 找低位 所以這分鐘 盡量保留現金 保留實力在手 風險管理何時都要做足